学IT高端课程就来好程序员 年薪20万起 好程序员开启未来架构师之路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学习Python中的函数 上回呢我们已经简单的去讲解了函数 但是呢我们只是学习了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使用 那今天呢我们将更细致的去学习一下这个函数 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去给大家去讲解 第一块呢是一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第二个呢是函数的这个参数的这个关键字参数与位置参数 第三块呢是函数参数的这个不定常参数 最后呢还有一个匿名函数 就是不知道名的函数 因为我们先前说函数在定义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个函数名 那如果我不想起名字能不能用也能用 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函数的返回值上次呢我们已经简单的去写了一个再返回值了 返回值呢是一个return的一个关键字 那之后呢如果我们想返回多个值呢 怎么办 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新创一个工程 来了在我们的工程中新创建一个文件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创建一个函数 或者定义一个函数 那首先关键词 derf 那之后呢你来写一个 对吧 如果我写一个什么函数呢 creant infer 之后在我们这我们可以在这打印一下 是吧 我们再学习函数 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返回return啊 学习 完成 是吧 很简单 之后呢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要做一个函数的函数 但这块呢是函数声明 下面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就print infer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函数调用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能不能实现 拿到我们这边 这行 那我们再学习函数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 学习完成很简单 好像并没有 那我们说了 它是可以接收返回结果的 result 等于 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 printer result 那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学习完成很简单 那这个result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函数的这个return的返回 那这个result 就接收谁啊 接收函数的返回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接收前面函数的返回 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那如果说我要返回两个数据呢 我们怎么办 如果说我要返回一个这个 学习完成很简单之后呢 学习一共花了十分钟 学习一共花了半个小时 那怎么办呢 那这会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将它给它包装成一个列表 比如说我在这要写一个result 然后等于 是吧 然后后面是 列表 对吧 那我可以在这 看啥 我在这返回的时候 在这返回result 对吧 那这会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我可以在这里面 将我们先前的内容 多了 将我们先前的内容 可以再放到这里面来 那在之后呢 我还可以再加上一句 学习 了 十分钟 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边 执行 学习完成 很简单 学习了十分钟 对不对 那之后如果我还有数据 我可以接着返回 好像真的很简单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 再次执行 发现这数据就可以返回了 那如果说我不返回result 我返回学习 返回以前学过的 比如说返回一个这个原祖 行不行 那之后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再来执行 发现返回原祖也是OK的 那这块返回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返回什么表达式什么呢 也都OK 都是可以的 甚至你可以返回另外一个函数 那我们比如说啊 我现在在这 是吧 这一块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结果 但我其实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再定义一个函数 再定义一个函数 DF print str 那之后我可以直接在这 return什么呢 result 我可以 不要写result 叫printinfer 我可以直接将它的结果 作为我们这边的一个返回 就是将它的结果 作为我们printstr的返回 那我现在 我将这个调用呢 给它去掉 这个呢 也去掉 都注释掉 那如果说我们默认情况下 这两个肯定都是不会答应的 没有任何答应 因为我们的函数 只是定义了 并没有调用 那我接下来 我调用一下 那我们先前 printinfer已经调用过了 这回呢 我调用printstr 当我调用printstr的时候 它会执行什么呢 因为带着括号 带括号就代表调用 那我们带着括号 代表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 它做了什么 returnprintinfer 带着括号 那它是做了什么 将printinfer的结果 进行了一个返回 那printinfer带着括号 代表printinfer 也被调用了一次 也就是printresult 然后returnresult 那也就是说 我们printstr呢 会将它的这个结果 再返回回来 那咱们先看一下 先不用看它的结果 咱们先看一下 它里面会不会被调用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发现 我们在学习函数 它是被调用的 再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result 这我们来打印一下 printresult 这我们来执行 那我们发现 我们在学习函数 学习很简单 是不是就都返回了 这也就是说 函数里面可以 继续遥遥函数 OK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 这返回这种结构 其实我们写起来 可能挺麻烦的 来说我写个括号 一个个去加 实际上呢 我们在python中 它的这个返回支持 一次返回多个数据 那这会怎么返回呢 就是你直接在这返回的时候 在这返回的时候 在这返回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返回 直接返回远组 就return 远组 哈哈 我学会了 这我们来执行一下 哈哈 我学会了 但是我们加一个返回号 通常来说 还在点进去 点到这里面来 然后去加 可能我们感觉还是麻烦 在我们这 我们可以直接将返回号去掉 在python中也是可以支持的 我们来执行一下 它会自动给我们去添加返回号 这也是我们python 这个语言的一个 这个return语句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不用去给它加 它会自动给你去加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返回 OK 但接下来 我们来说下这个 关键字参数 还有位置参数 我们先前给大家去写过参数 写过name age等等的 但实际上 它并不具有name age的意义 那接下来 我们来写一个 看一下 那我们新创一个函数 新创一个文件 然后去里面去定义函数 那么这里面 我们这回来定义一个函数 df print infer 那咱们先前声明过name 然后还有什么 age 之后呢 咱们在这打印了 然后这什么 百分s 今年 百分d 岁 之后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 占位服务 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格式化 name age 那就可以在下面调用了 print infer 那那rock 今年的 18岁 然后呢 我们去执行一下 可以在我们这 直接执行 rock 今年18岁 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name和age 如果说 它不是这个数据呢 对吧 那我们说它是name 但它不一定是name 那我们知道它是name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位置参数 一个位置参数 那如果我们想让它 真的直接就是name 那我在写的时候啊 你看 如果说我们不看着上面这 我们把上面这都盖上 是吧 就给它遮罩起来 不看 那你在这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name 这个是age呢 你是不知道的 这也就是一个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就是按顺序来拿的 按照我们这边的顺序来拿的 你第一个参数什么意思 第二个参数什么意思 我们得提前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给大家强调的就是谁呢 关键字参数 关键字参数呢 就避免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点 那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个函数 是吧 可能因为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啊 它很多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在干活 那就是三个人 五个人干活 那他写的函数你就不掉用了吗 也会掉用 那这会儿呢 我们跟大家使用关键字参数 那这会儿怎么做呢 df print info2 那这会儿你可以这样来写 name等于 那 然后呢 age等于 0 这你可以这样来做 那就写什么 print 啊 那就 百分s 今年 百分d 这呢 在这写一个啊 name age 之后我们再次调用 就可以写成这样了 就是print info2 那你这块写的时候 就可以写 那你看 但我们还没有写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name等于 那age等于 这个age int0啊 你可以写name等于啊 小明 然后再之后呢 age等于 19 对吧 这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我们来执行一下 点击一下执行啊 这小明 今年19 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这块没有打碎 对吧 看这样看会更清晰 这个呢就是关键字参数 定义 使用 那这个呢 如果说这age等于0了 我不传递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不传递 我们发现在语法上面 他并没有给我们警告 那之后我们来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他会告诉你小明 今年0 那比如说age等于0 那我们发现了一个事 他可以做什么 他有默认值 哦 关键字参数怎么了 存在默认值 对吧 这就是关键字参数 那上面这个呢 就是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写起来更简单 更快 但是呢 如果参数多了 比如说你有10个参数 有20个参数 那这会儿呢 不便于我们识别 但如果说是这个 关键字参数 那他呢 每一个参数都有他的一个名字 那这会儿呢 就很方便 我们去 编写他 调用他 OK 再之后 还有一个参数呢 叫做不定常参数 不定常参数呢 他都能 介绍哪些参数呢 两种 第一个呢 是位置参数 第二个是关键字参数 那这块呢 我们再来说一点啊 再说这一点之前 我们再来说一点 比如说我们先前 Protectinfer这 这定义的时候 有两个参数 但是假如说我在传的时候 我传了八个参数 啊 当然我不传那么多啊 我就传三个参数 那你发现我一传三个参数呢 就直接就报错了 啊 他直接就报黄了 对不对 好像还没有错 但是我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他就有一片 爆黄的 printinfer takes 2 positional arguments 把它 3 was given 他说呢 他接受两个位置参数 但是你给了三个 他就 接受不了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多少个参数 你可以这样来写 函数可以这样来定义 啊 说我这个以后呢 可能是动态的啊 那这块你就可以写啊 print infer 啊 3 那这会呢 我说这参数不固定 那你就可以这样来做了啊 星 ax 之后呢 你就可以print 那 那这会儿的星ax 代表什么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 将星ax 给他做一个 打印 那你可以做一个print ax 之后呢 我们来调用一下啊 看啊 我们来调用一下 这个print呢 infer 3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星ax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1 我就给他一个1 是吧 那之后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 执行 那我们发现 这里面打印了一个1 那 星ax 的时候 是打印了个1 然后ax 的时候 是一个 圆组 然后1 再之后啊 看啊 我现在不给1了 我给个1完了之后 我写了个2 2之后又写了个3 对吧 我打印了三个 那一执行 那发现 1 2 3 一个一个的出来的 再之后就圆组 他会自动跟我们将 这个参数封装成一个圆组 那之后啊 像我们先前写的一样啊 那我不知道 我就写了一个 小名啊 然后呢 又传了一个数据 18 哎 不对啊 他是20 是吧 那之后呢 1米75 是吧 那么发现 这个数据呢 他单个的给我们打出来了 再之后呢 又整个的给我们打出来了 一个圆组 他会将我们的参数 封装成一个圆组 之后呢 挨个给你拿出来 还是按照位置 还是按照位置 看 我们输入的这个顺序 是这个样子的 他输出的顺序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呢 就是不定常参数 用来接收 位置参数 这样呢 就是我们传多少位置参数 他都不会报错了 在这后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不定常参数 来接收 关键字参数 df print infer 那这会呢 使用的是星星kwx 还是我们先前所说的问题 这边呢 哪怕你写了 name等多少 h等于多少 但他还写了一个sex等于 男或者女 性别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并不知道他会传 那这会儿 你可以做一个事情 将你的数据进行一个打印 这样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调用 printinverse name等于 小名 age等于 20 这样我们来执行一下 那么还有nameA字 按EV类的 prinum出错了 那这个里面在转换的时候 prin是不支持的 那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去打印 它的这里面的数据 将两个星去掉了 之后再来执行 那我们发现 关键字参数 它会给我们转化成一个 k冒号value k冒号value 然后一个大括号 转化成了一个字点 那这呢 就是 接收 关键字参数 那这呢 也是不定常模式 那我们发现 它转 它会 自动 将参数 转换为 字点 它会自动将参数 给我们转化成一个字点 那之后呢 你想加多少都 OK 那想要获取的也很简单 也就是 你在这可以做一件事啊 print什么呀 那就是 kw 然后方括号 那这里面就是一个 内蒙 你就可以把内蒙拿出来了 照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是不是啊 执行 发现 小名就拿出来了 那这会呢 就说 星 还有星星 kw 可以接收 不定常参数 星 s 接收的是 不定常的位置参数 而星星 kw 也就 kwords arg arg 然后它接收 关键字参数 再之后呢 还有一种函数 那这种函数呢 比较特殊 叫做匿名函数 那它的一个语法呢 和我们这个 DF呢 也不太一样 和DF也不太一样 那 它的语法呢 叫做 lambda lambda比较是 它的语法是 lambda 参数 冒号 然后直接是返回值 那关键字呢 是一个lambda 那首先啊 这匿名函数呢 我们要知道一下 它的使用场景 不要乱用 匿名函数呢 通常用在 只使用一次的场景下 因为一个函数 如果我们定义了 它只用了一次 那这会儿 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就比较小 那这会儿呢 有的时候 我们还不想直接的去写 那这会儿 使用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 就说我们只使用一次 但是啊 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处理操作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就是能够很简短的写完 很简短的写完 而不是就长篇打论的 我要去写好多 写30行 写40行 对吧 也就是一行之内 能解决的事情 那这会儿就是一个匿名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写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想定义一个 加法操作 我给你两个数据 你就给我实现一个加就可以了 那我们以前可以怎么写 dfadd 那你就写一个 是吧 number1 然后呢 number2 这一个函数 之后你就可以return了 是呀 number1 去加上 number2 这在我们这儿 你就可以去调用了 print 是吧 ad 那你这就提供一个 10是吧 加上80 那最后呢 应该给我们返回一个90 是吧 那你可以执行一下 看是不是这样的 返回了一个90 但这个东西呢 语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是吧 还是一个函数 那这会儿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谁呢 写成一个lament的表达是 add 2 那它可以等于谁 等于lament 然后呢 就写一个 number1 number2 然后冒号 后面直接就是返回值 也就是 我们想返回谁呀 number1 去加上 number2 然后你在调用 其实和以前的函数调用是一样的 那依然是print add2 然后后面呢 你去给它 然后 后面去给它添加参数 那比如说 还是10 80 那咱们看一下这两个 有没有什么区别 那之后执行 你发现也是90 并没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什么 lament的表达是 逆名函数 也就是说一个关键字后面 直接写参数 没有圆块号了 然后冒号 直接写返回的数据 不用写中间那些 这个return了 也不用写那些中间的那些函数体了 这也就是以lament的表达是 逆名函数 逆名函数一定要切记 使用场景是 只使用一次 想要获取更多资料 请添加千锋 Python 学习营 Q12群 4588 4795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